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 會借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賣我會你的股票 昨天我特別提到 台股緩彈從8523緩彈到昨天為止 已經接近0.5的位置 也就是接近緩彈的一半 從12000點跌下來跌到8500點 跌了2500點 緩彈超過了1500點 跌了3500點 緩彈超過了1500點 那上去沒多大的利潤 我講得很清楚 這個大盤在這裡 我認為 就算它不跌 但是它必須要整理 必須要整理 那整理我們就換手 就換手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心裡一定在想 謝老師你昨天一定有講錯了 每股大漲700多點 來我們看一下看電腦 來 稻窮 昨天大漲了779點 看到這稻窮 那是大漲200多 好 那你一定會想說 連台積電都漲啊 所以你怎麼說這個盤到這個位置 它已經漲幅已經過大了 那開始要整理了 那收盤呢 來我們看收盤 收盤是不是就像我所講的一樣 今天開盤還漲了109點 結果收盤是收下來的 跌了18點 股票市場 其實有時候講一講很簡單嘛 我說 營收跟EPS 供給跟需求 這個就是 股票要漲要跌 最重要的因素 除了這個以外沒有什麼啦 就這樣子嘛 好你給我EPS 你給我營收 股價就漲給你看 如果沒有 那就整理吧 我沒有講說跌 那就整理吧 目前仍然叫短多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一直強調 短多還沒改變 但是 中長線的資金也還沒進來 就是還沒長多 還沒正式換多 我們先看大盤來 這是美股 我都很明確告訴各位 來 這裡出現買進信號18213 美股確立低點18213 昨天美股還漲 這還大漲700多點 好往下看 往上看 各位 這季線嘛 這就是季線嘛 你最少要等季線 你要給它時間讓季線下來 然後走平以後 季線下來走平 那如果說不跌好 它一直橫盤橫盤整理 你讓季線下來嘛 我問你好了啦 假設有人在低點買 買一金光好了 一金光297塊 它買300塊好了 今天最高480 就漲6成嘛 那我問你好了 6成要賺6成多難啊 一金光耶 你如果買個100張 對不起 你300買了 今天480 300張多少錢 5000多萬耶 你不用多少 100張就好了 180塊耶 100張就1800萬耶 我問你好了 你300買了 480你要不要跑 你如果不跑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一切大好 台股會上2萬3萬5萬 你可以不賣啊 世界一切風平浪靜 你可以不賣啊 可是現在不是啊 所以我這樣講 我是以重心長 好 那我們看台股 一樣喔 各位 台股這裡出現買季線到8523 確立低點 沒有改變 到目前沒有改變 但是它是要短多 季線在這裡 沒有越過季線以前 好 你要給它時間啊 好 你就算不跌好 你就橫板整理 你要整理整理整理 好 那等到季線下來 彎下來以後走平 讓這個K線站上季線以後 才正式翻多嘛 還有時間啊 我這樣講沒錯吧 事實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喔 我說最會賺錢的股票來 我們看大力光 我不斷拿大力光給各位看喔 最會賺錢的股票它營收 在早上個禮拜就公告了 好 請問 1 2 3 4 5 6 7 7個交易日了 請問大力光有創新高嗎 沒有啊 那你看 反觀看台股 你看這幾個應該就是2 4 6 7 台股是已經聯繫7個交易日 理論上應該講說已經聯繫3個交易日創新高了 可是大力光最會賺錢的股票 既然7個交易日橫盤在這裡 好 那意志光是最強 它是最代表性的我們叫指標股 台股 尤其是電子股的指標股 從297.5 漲到今天最高漲到481 各位今天它是往下 收盤 來 我們看收盤 開盤也開這裡 收盤收在最低點 而且最後一盤是 不計價的殺出來 殺了1037張 殺了多少錢 殺5塊錢 1037張 你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人最後一盤殺1000多張 今天明明是融建最後回補日 今天就是最後回補 明天就停建 4天 那我昨天也提醒各位 現在的行情叫軋空行情 因為融建回補 如果真的那麼好 來 再看一遍 如果那麼好 今天意志光是公佈散熱混營收 散熱混營收是成長一倍 比去年同期成長超過一倍 結果它開475.5 稍微拉一下 然後尾盤收在最低點 445 而且是往下殺 各位你去算 我們從開盤算475 到收盤的445就好了 你如果皮在中 你很厲害 你照顏跟賣 開盤你去跟賣 你跟賣10張就好 太盤以後 不好意思 你一台哈雷 沒有啦 不用說哈雷 一台那個重機 30萬的重機不見了 你手在中 你跟賣10張 收拔 你重機一台沒了 你手到中 還賣20張 你真的哈雷沒了 哈雷重機不見了 我在這裡每天都提醒你 在這裡你可以看 不要拿身家生命去玩 好 再看一遍 任何事情 真的不要僥倖 看到沒 這叫季線 我為什麼說僥倖 這次不是 清明節 四天嘛 很多人跑去玩對不對 你看現在很多金空都 全部在家 應該只要自主管理 都不能上班 這叫僥倖 這叫僥倖 這麼多人不用上班了 你告訴我 大家有錢賺嗎 大家的薪水會多嗎 景氣很好嗎 還有今天有一例確診 因為這例確診 我一定要特別講 就只有一例 有一例確診 不是說 就是有一例確診的 他叫公關 現在有很多 名人 達官名人 就有錢的人 剉在等 那什麼 公關確診 當然是女的公關 對不對 你看有些達官貴人 有錢的人 你去找公關好了 皮在創 對不對 不要僥倖 我說這個時間前 政府要大家 盡量 人跟人相處 不要人多的地方 然後要戴口罩 好 我再講一遍 第一個 每天要戴口罩 現在是每天都要戴口罩 碰到人都要戴口罩 第二個 要常常洗手 第三個 提高免利率 這我常常在講這個 好 那台股來到萬點 我昨天提到的 台股來到萬點 不要僥倖 就像這四天以後 你都跑去玩的 跑到十二個景點去玩的 現在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幹嘛 在家裡看兩隻壁虎比賽 那壁虎兩隻也會比賽 在牆壁上跑 不然你就抓蟑螂來比賽 所以不要僥倖 真的不要僥倖 尤其投資做股票 千萬不要僥倖 我為什麼帶領我的會員 只做美麗細胞療法 很簡單 現在營收不是很好 為什麼 他本來就沒營收 才開放而已 但是我等他 我就等他 好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最新的 疫情衝擊全球 三大新興 的 科技應用 好 那往下看 科技應用包括什麼 人工智慧 物聯網跟生物醫學 好 那生物醫學部分 包括基因的序列科技 基因的編輯 還有免疫血清 生物資訊學 還有包括病毒基因序列 研發快速檢測 及快篩試劑等 這其實 其實有的時候 我說冥冥之中 不管鄭維 或是在特殊的 像產業研究會 MIC的 他就要告訴你 好看那一堆 要從哪裡去賺錢嘛 而不是每天看到 有漲停你就追啊 看到牆你就追 然後 你沒有一個 我叫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然後 今天一下子 防疫股 一下子5G 一下子什麼都來了 什麼樣的股票都有 你看我的標題 請問我的標題 搶投下 美麗系沒有 我有改變過嗎 那前一段時間 我都拿六黨人氣股 給各位看 那我想一想 我怕你們害的 我沒說 那什麼 我每天都教你們做 台積電啊 易晶光啊 大力光啊 國劇啊 鴻海 我每天都教你們 怎麼做 然後 哪裡是買點 哪裡是賣點 買進去 賣出去 我發現 我不應該這樣講啊 因為有些人問 老師你如果在台上講台積電啊 聯華科啊 易晶光 大力光啊 國劇 鴻海啊 你如果講這些人氣股 你如果 告訴我們 買進去新啊 賣出新啊 那就按照這樣做就好了啊 可是我不願意啊 不是 我 我不是 怕教你 而是 我再問你一遍嘛 很多人也是做這種股票啊 難道輸錢啊 不是輸錢嗎 你做這種股票不是輸錢嗎 難道你有賺錢嗎 其實股票不是不好 任何一檔股票都很好 你們 你們有 有不好的股票給我 來 送我好了 我都給你收 股票就是錢 有什麼不好 沒有不好的股票 只有不會操作的老師啊 任何股票都很好 我不一定要做第一名的股票 我只要做讓我會很賺錢的股票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有人號稱 很厲害 第一名 怎麼 這邊你賺那邊你賺 那 那我問你 你有嗎 你有沒有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看今天 來 各位 今天的收盤 這是大盤 跌0.1 負0.1 負啦0.17% 這是大盤 大盤跌的是 這是電子類 電子類跌的是大盤的5倍 這5倍啊 4倍多嘛對不對 他跌0.17 他是跌0.67 來我們看生股 生股漲了1.84% 是他的10倍 漲10倍 其實生股是今天 大盤都跌哦 生股是 一個講說 慢慢的 慢慢的 我那句話一定要再講一遍 因為生股它是比較集中 他的籌碼很少 那這些大資金的人 他現在一定會想辦法去拉 拉電子股 為什麼 反正你們要玩嘛 拉給你們來啊 來啊來玩啊 然後他順便逃命啊 然後他利用這個時間 開始在說什麼 說未來營收會創新高的生股 我認為是美麗細胞療法 當然還有其他 譬如說疫苗啊 譬如說檢測的啊 因為 資金板塊這麼多 我說 只要電子股的資金 移一個10個pess來生股股 生股股就漲完了 那如果兩層的電子股移來生股股 我告訴你 你們大家可以去頂豪宅啊 為什麼 人家要送錢給你啊 人家要送錢給你啊 但是你不要想說老師 我今天買 我明天要賺 我今天買明天要賺10% 後天要賺10% 我常常在講 可以啊 你賺10%太少了 你要賺幾百萬幾千萬 一天都可以啦 去買台3D列印機 你要印美金 印歐元 印英鎊隨便你印 那不要快啦 那今天有一則消息 我們看這裡 4月9號今天 美國國衛院合作昇華科 然後要啟動新藥抗 所謂的武漢會員 60 649的昇華科 來 一樣 拉上去就漲停 你鎖啊 你看到他多少錢 60塊一毛 對不對 60塊一毛 你看到昇華科是60塊一毛 我們看電腦來 好 昇華科60塊一毛 那60塊一毛漲停板鎖起來 你一定會想 嗯 不賺3塊 不賺5塊 對不對 你又講說 這怎麼賺60塊 60塊啊 那沒有賺3塊也要賺5毛啊 不能怎麼60塊 不然最少他賺0點幾毛吧 你一定會想嘛對不對 他是昇華科啊 那我們看電腦來 去年啦 這是第四季賠5.26 我問你好了 賠5.26的概念是什麼 了半的股本 一支股票一萬塊一萬塊就是一張就一萬嘛 你不賺就一萬好不好 就10塊嘛 他賠掉半個股本 還可以60塊 賠掉半個股本還可以60塊 你告訴我好了 我現在看到的不是他漲停 我看到是他漲停鎖起來那種 那種感覺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想 他想去找一檔 未來會有很多投顧老師業 或是報告媒體雜誌 或是 所有的資訊 都會開始來拱這些股票 比如說生意股 那他希望提早佈局 我問你好了 生意股 大部分的生意股 成交量都很少啊 可是當他拉上去的時候 那種股票其實都一樣啊 當他拉上去了 漲個五成 漲個一倍 漲個兩倍 漲個三倍 量就出來了 為什麼 所有菜市場都來 躍進來 所以我這些投股老師 這些打嘴炮的投股老師也來 為什麼 他如果不講 他就怕他說他不是線上的老師啊 為什麼 漲天堡不會說他不是線上的啊 哪有老師在講跌的 只有我線明清啊 所以我在各位這裡分析 為什麼我 已經不要跟你們講 教各位做所謂的電子股了 為什麼 電子股可以啊 我不是看得不好 我看得很好啊 下半年再來啊 從現在到下半年還有三個月啊 這三個月我就避開 為什麼 你吸酒給我嘛 你供給給我嘛 電子股的吸酒跟供給 請問 各位 你們每天都有看電視嘛 請問現在 尤其歐美國家 尤其美國好了 美國是最大的消費國 有些地方都封城了 那封城就不能出來啊 不能買啊 什麼東西都不能買啊 也不能動啊 對不對 要吸酒在哪裡 好 那下一段我繼續會講 免疫細胞療法 包括快篩 包括來 再看影片 包括像昇華科 其實不是只有昇華科 包括來 還有這一檔 這一檔高端疫苗 也是經過國務院 跟國務衛院合作 美國國務衛院 你看 就這樣漲上來漲一倍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分析 這些免疫細胞 這些生育股 我再強調啦 現在這個點 這個點 你的營收 你的EPS 如果沒辦法創新高的 你四個兒子趕快收錢回來 要再賦 你可以不做沒關係啊 不是說你一定要 要跟著憲老師做生育股 不用啊 你最少等季線嘛 對不對 來 再看一遍 你最少等季線下來嘛 你最少等季線下來 打平以後來 等季線下來打平以後 要做再來嘛 現在在季線以下 它都叫緩彈 雖然我每天都強調你叫短兜 可是都叫緩彈嘛 你等季線下來 它要時間啦 不是今天啦 也不是明天啦 也不是下個禮拜 它最少還有一段時間啦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免疫細胞 休息一下 再回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在這兒 走前後 下午四 公司 下午三 下午四 下午五 下午四 下午三 下午四 下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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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 下午三 下午三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以下首要论述的是免疫细胞疗法 那有两党上贵 两党新贵 再强调不推介新贵股 除非等它申请上市上贵... 然后逗典 何止以后我们再介绍 好 我说今天有一则新闻 来看一遍 美国国卫院跟申华科合作 将启动新药抗所谓武汉肺炎的新药 好 6492的申华医 也就是申华科 好 涨停 那我不是在告诉你涨停有多了不起 而是在告诉你 6492申华医 它股价多少 来 再看一遍 60块钱 好 那60块钱赚多少钱 EPS 也就是去年 赔了半个股本以上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来 看这里 看电脑 另外高端一也跟美国国务院合作 开发新冠状疫苗的疫苗 就是武汉肺炎的疫苗 高端一 647 好 那我们来看这里 647 各位 它就这样涨一倍 在季限之上 那高端一赚多少钱 我们看 来 它一样是赔 赔多少 去年赔3.97 将近4块钱 赔了 4成 将近4成的股本 我看生股股 几乎都这样子 我有时候想一想 现在 大家都 应该讲说 现在大家对台湾的 这些工卫 医生 是不是都是 翘起大拇指 那我请问你 这些做生股的公司 难道不是台湾最顶端的人 出来开的吗 那为什么他们赔钱 还愿意继续去烧钱 为什么 那他就做代工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像红海一样 像河寿一样做代工 我可以赚十几块 我把厂扩大 用廉价劳工 读医学院的学生都很笨 这些医学专业的人都很笨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是个人格者 我为什么来讲这些股票 一家公司如果赔钱代表这些公司的 我说研究人员都可能有好几十个 好几百个博士在那边研究 不管疫苗 不管薪药 公司没赚钱代表什么 他们只能领食薪水 那这些聪明的人 IQ这么高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做代工啊 对不对 去抢红海 抢苹果的手机 抢三星的手机 有钱赚啊 大家来杀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各位 所以说经过这一次的所谓 武汉会员以后 各位我说像张中某先生讲的 未来的生活会改变 未来人类的思考模式会改变 这些先知 这些我们叫达人 都已经要告诉你了 你们还停留在 我来唱掌庭板 我今天再唱这个 你没死了 你拆开去塞烫 这输一 你的输掉大部分的 一千输掉五百的 你还要去抢个短 来不及了 我说你只要给他时间 你给他时间 算一股就会上来 一定会上来 来我们先看 好 那高端疫苗来看基亚 基亚今天有来碰季线 好 那高端疫苗基亚拥有四万九千多张 也就是他是他的子公司 高端疫苗是基亚的子公司 那基亚又有澳洲这一家公司 叫TDL 那在澳门的 这位所谓的也是子公司 叫德比基生技 他的检测事迹是 经过欧盟认可 已经开始可以 一股可以使用了 那他来到基线这个位置 我再强调一遍 升级股现在好像没支 也跟着大阪都下来 大阪下来他也下来 你看好来看 基亚是一样 基亚在2.13拿到邀正公到645 结果大阪下来他也跟着下来 来这里378 然后涨了30涨天板 整理以后再上来 也还没回到所谓拿到邀正的位置 那我请问你 像这种股票 如果银松不小心灌进来 你们大家 就从那个 为四顶部 为四顶部 开始排队 排到三顶部 要从什么 排队来买股票 都暂停了 好 那我还是把 另外的免疫细胞料 再讲一遍 来 这三个 好 上贵的有两档 拿到免疫细胞药症的 好 一样 这里出现买进细道 虽然不强 可是仍然是短多 他还没站上期限 好基亚今天就不要强了 这里出现买进细道 所以这个低点 确立 那今天我来碰季线 来到季线 本来就会震荡 他只要站上季线 不下来了 就是多头 就确立是多头 然后就开始要攻了 好 那看另外的新贵两档 来 一档六七一的长胜 来这里是245块 看这里拉近 各位 他已经十几天的时间 都在季线之上 好 代表什么多头 他在等 我们叫等什么 等一个key point 等一个重要的点 不是营收 因为他营收目前 也没什么好表现的 他等一个很重要的点 如果那点 一出现 碰就上去了 好再看另外一档 4186的尖端一 来这里是30块 他一样下来 好 那就当然昨天跟今天 昨天跟今天 我们来看电脑来 今天他涨多少 今天涨5.6个人 昨天涨15个人 好 回头到这里 就在那两天 那他也在季线以下 也就是 目前的生育股 基亚已经领先来碰季线了 那当然六七二长生 已经站在季线之上了 什么时候领头痒上来 冲上来 就像高端一 他已经冲上来了 所以如果想操作免疫细胞 想做生育股的 来参加会 打电话 明年同一个时间再会